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过他很是怀疑败叶的动机 败叶和大剑道有仇 这是事实 要说败叶会等他们过来一起杀进大剑道报仇 莫无忌还真有些怀疑 败叶这个人莫无忌算是有些了解 谨慎且有心机 如果有平凡先门为他报仇 他绝对不会自己来跑一趟 他只会躲在一旁看戏 有漏网之余的话也许他会出手 况且以他的实力 只要再过上一段时间足以晋级先帝后期 他就是要插手报仇的事情 也不会在自己晋级之前 所以说败叶的突然加入 有些故怪 好 那败叶和我们一道对大剑道出手 当然有些话我要说在前头 一旦大剑道有先帝出手 还请败叶不要袖手旁观 莫无忌虽然不知道败叶打的什么主意 但无论如何 败叶的加入也是为了增强实力 他总不会帮助大剑道就是 当然 这次灭大剑道 我败叶为墨宗族马首实战 败叶毫不迟疑的保证 墨无忌的具体实力 他并不是非常清楚 但有一点他很清楚 墨无忌绝对是一个神体的炼体者 只要想到墨无忌可以进入剑气河 甚至可以保护着他们从剑气河出来 他心里就有座大山 再也翻阅不过去 是什么人在我大剑道鬼鬼祟祟 三夕之内不滚 紧接斩杀 墨无忌一群人站在大剑道外面 终于引起了大剑道修饰的警觉 百姓友 动手吧 墨无忌淡淡的说 败叶当时虚空一步跨出去 抬手就是一道手刃 这名大剑道的大罗仙尚未反应 已经被一道刃芒 撕成了碎片 白爷跟着就寄出了自己的八卦圆盘 轰向了大剑道的护震 墨无忌立即传音给威子道击人 一旦大剑道被灭 第一时间收取大剑道的典籍 仙灵脉和仓库以及仙灵草药园 除了这些还有最重要的一点 大剑道的先锋必须全部收走 不能让败叶占了便宜 大剑道作为毅力仙界无数年的大仙门 抵运深厚 平凡仙门刚刚建立 虽有运和天道气息的仙灵气根基 但抵运到底太薄弱 现在灭了大剑道 就是为了增强平凡的抵运服务 随着半夜的出手 墨无忌抓出了十数枚阵击丢下去 跟着我出手 墨无忌已是七级先阵宗师 在他指点下 大剑道的护震虽强 也架不住平凡众多高手出手 仅仅数息的时间 大剑道的护震已发出了震震咔咔之声 即到裂缝出现于虚空 尽管裂缝周围什么都没有 但大家清楚 这是大剑道的护宗大震正在裂开 尖锐的鸣叫声 在大剑道宗门四处响起 接着数十道顿光冲了出来 护震的裂纹也停止了继续扩散 开始不断被修复 大家继续攻击 这是大剑道的先阵室 再用心灵脉堆积 等我做一些事情后 我来处理就可以 墨无忌说完 直接跨入虚空之中 抬手抓出一枚枚阵棋 继续丢了下去 他居然忘记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在绞杀大剑道之前 居然没有不止尽空尽致 他必须要锁住大剑道一切的传送通道 不允许大剑道的修饰 通过飞行的手段离开先门 不动手就算了 既然选择了动手 那他就要一以往大进 所有大剑道的修饰都惊呆了 他们可从未想过 有人敢对大剑道动手 直到宗门的第一级警示出现后 他们才醒悟过来 真的有人敢 对大剑道的先人们来说 宗门被攻击 他们的第一反应是兴奋 大剑道以剑为道 注重的是永不退缩 勇往直前 大剑道的大剑风中留下的剑气道运 告诉每一个大剑道的修饰 剑道就是杀伐之道 只有让一切对手成为剑下亡魂 才是大剑道的真谛 大剑道只有强者 没有弱者 贺宗主 让我们杀出去 我们大剑道 何时需要靠修补宗门护阵 来抵抗大敌了 一名身背铁剑 桀骜不驯的年轻男子 走到一名身穿灰袍的老者身边 这挥袍老者名叫何千民 一名狐离开大剑道后 他就是戴宗主 而此刻 他正和另一名长老 联手修补大剑道护阵 说话不敬的年轻男子 叫公良叶 剑眉星目 在大剑道的标志 是背后那兵铁剑 而对公良叶来说 他引以为豪的 同样是背后那兵铁剑 在大剑道 所有人都认为他是仅次于方石江和黄沙的顶级天才 但他不这么认为 他觉得自己才是 之所以没有方石江和黄沙出名 是因为他一直没有出去扬过名 不像黄沙和方石江一直在外扬名 他的年龄 他的年龄比方石江大不了多少 已经是先王中气 这次居然有人敢冒犯大剑道 今天就是他公良叶扬名之时 他要杀一个血流成河 然后去尖叫先须 会一会天下天才 住口 正在维护护镇的常染男子对公良叶喝了一声 公良叶很是不爽 只是他也知道这贺他的人是谁 大剑道太上长老万川 尊敌强者 也是大剑道第一先阵师 在大剑道的地位 仅次于几名先帝 甚至还要高过代宗主贺千林 所以面对万川的和教 公良叶也只能压出自己的活气 万太上 我大剑道立派一来 怕我何人 我大剑道一剑立派 一剑杨威 以剑名义 难道宗主离开了宗门 我们连出剑的胆量也没了吗 万川嘘了一口气 再次丢出了几枚镇旗 盯着公良叶缓缓说 公良叶 我知道 你是大剑道有数的顶级天才之一 以你的实力 恐怕差下的先尊 一非你的对手 公良叶文言 傲然扬眉 他没必要谦虚 因为万川说的是事实 他的确可以在先王之境 干掉一些普通的先尊 这就是他的底蕴 也是大剑道的底蕴 可是 你知道这次来的人是谁吗 无论是谁 胆敢冒犯我大剑道者 死 哈哈哈哈哈哈 晚川被公良叶的傲然气得笑出了声 他伸手指着公良叶甚至说不出话来 足足过了几个呼吸 他才放缓语气说 这次来的人叫莫无忌 他带来了 就算是天王来了 敢哄我大剑道的护镇 小心我大剑道 我也绝不退缩 我大剑道 一剑修身 有死而已 好好好 晚川索性停止了继续布置护镇 冷冷地说 这莫无忌在多年前 被一宗主雷鼓云金语生 还有广星围杀过 你既然如此强 你就去对付他好了 晚张老还真是看得起我 我不过是个先王中企 你却让我对付一个大先帝 公良叶一直不是在闭关 就是在秘境中杀戮 他还真没听过莫无忌是谁 在他的想法里 能从四个先帝手中逃了 显然是大先帝 错 那莫无忌非但不是大先帝 甚至连先王都不是 我怀疑就算他修为增长再快 也不过是刚刚跨入先王之境 当年他是付出了一个大先帝 先魁的代价 逃出了四名强者都为杀 万川语气冰寒 这护镇没有他的修复 靠贺千里一人 也仅仅只是维持着没有继续开力而已 好 自然交给我公良叶 听到莫无忌最多不过一个先王 公良叶毫不犹豫地应声 身为大剑道的先王 他怎么可能惧怕外面的先王呢 莫无忌落了下来 他心中也是松了一口气 在他布置尽空尽职之时 居然没人逃走 这是大大出乎他的意料之外 不过莫无忌可不知道 大剑道和公良叶一样的修饰太多了 这些人一剑在手 根本毫不畏惧 长期以来 众人一听大剑道 大多数人就主动避开 养成了大剑道修饰的强者心态 描述一切同歇 若非代宗主何千林和长老万川锁住了大阵 大剑道的先人早就冲出来硬拼了 宗主 这护镇有人修复 短时间内无法哄开 见莫无忌过来 魏子道立刻说 莫无忌一般熟 你们退开 我来 不朽凡人本期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由小编C和粘水校为您播讲的 不肖凡人下一集